你們不會所有人都同意我的這個看法 但是你知道嗎 都同意我的這個 這是我的清單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來看看你們會對我的清單有什麼樣的想法 所以 首先我們有S到F S是最好的F是最爛的 然後這邊有所有遊戲裡面的頭盔 小花有做這個外框 所以外框代表他們的等級 所以像這個藍色的是0級盔 然後這個算1級盔嗎 然後這種黃色的算2級盔 然後3級 反正就是你懂了顏色越深越強 所以以後如果你們還有人在問我什麼頭盔好什麼頭盔不好 我就會貼這部影片給你們看 所以首先我們先把兩個最直觀的先弄掉 首先南瓜頭 南瓜頭我覺得不需要說什麼 這必須是S級的頭盔 我覺得這個應該沒有人不同意吧 不接受不同意 不服來鬥 南瓜頭必須是S級的 OK 然後再來 這個 這個TK Tech FAST MT 這個FAST MT是假的 他叫做FAST MT 但他其實是0級盔 所以他不能夠擋任何子彈 可是 他身為一個頭盔 他是有彈彈的機率的 他是能夠把子彈跳彈 你們最喜歡的跳彈 他是有機率跳彈的 所以 他不能夠說是完全一無是處 OK 所以 我覺得可以把他放到1 OK 就是如果你身為一個S級 然後 你沒有戴頭盔的話 如果你撿到這個頭盔 你可以戴這個頭盔我覺得 OK 他是1級嗎 好像是1級吧 對 他不擋任何子彈 但是他可以彈掉 所以 你理論上可以用這個頭盔 彈掉遊戲裡的任何子彈 因為每個子彈都有跳彈的機率 所以這個頭盔是有 是有可能可以保護你的 OK 所以他不是一無是處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說到 什麼頭盔是一無是處的呢 就是這三個頭盔 這三個頭盔都是一無是處 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SCAV 然後你沒有頭盔 你也不要戴這些頭盔 OK 這三個頭盔是 不但沒有好處還有壞處的 這三個頭盔他 基本上擋不了任何子彈 OK 你不要看著說有面罩好像很厲害 沒有 那個面罩比你的安全帽面罩應該還要薄 OK 這三個頭盔 他們不但沒有辦法擋子彈 他們還會遮住你的耳朵 所以你會沒有辦法聽聲音 所以如果你的SCAV進場的時候 頭上戴著這三個頭盔的話 直接丟掉 OK 不要留 直接丟掉 OK 再來 這個頭盔 這個頭盔就有意思了 這個坦克頭盔 這個坦克頭盔他也遮耳朵 OK 他遮的沒有這個那麼嚴重 但他有遮 可是 他其實是有一滴滴一滴滴 非常小滴滴的防彈機率 他是有耐久 你知道嗎 所以 他可能沒有像這個那麼爛 而且坦克頭盔戴起來很酷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被放到跟這個 BassMT一樣放在1 OK 如果你的SCAV沒有戴頭盔的話 也許你可以把這個戴上 OK 他有那麼一丁丁點的機會可以救到你 而且你戴起來很酷 OK 再來 U-N頭 我們先把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幾個先拿出來 U-N頭 尿布頭 外星人頭 跟Kiver頭 OK 我們先說這幾個 首先 U-N頭 U-N頭我覺得 怎麼說呢 他一定比這些頭盔好 因為他 他有防彈的能力 U-N頭我沒有記錯的話 U-N頭應該是一個 二級虧吧 所以他是有 三級虧 他是一個三級虧 所以他是有防彈能力的 OK 他的致命缺點就是 他是藍色的 OK 他防彈能力不算好 然後他又是藍色的 所以我會把他放下來這邊 他雖然防彈能力比這兩個都好 但那個藍色實在太顯眼了 那個真的太顯眼了 我 我不能夠 這個只會太顯眼了 你穿這個頭盔走在 什麼森林啊 之類的地方 人家直接可以穿過樹叢看到你 你這個頭盔實在太亮了 這個真的只能放在E OK 你的 你的頭盔也是 浩瑋你的頭盔是 是那個花頭套對不對 OK 再來 尿布頭 尿布頭 尿布頭我其實從來沒有戴過 我覺得也應該沒有人戴過尿布頭吧 尿布頭 他 他幾級 他三級 可是 他遮耳朵 他又不能戴耳機 然後他又只有三級 所以 這個頭盔我 我 他耐久很高次 沒有錯 他有一百的耐久 我意思他只有三級 所以 我覺得初期吧 就是 可能剛洗白一兩個禮拜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 頭盔可以戴的話 這個可以 OK 但是我覺得他也只能夠放到這裡而已 其實理論上來說 他比 油溫頭可能要 其實也沒有 因為油溫頭就算 雖然他很明顯 但是油溫頭可以戴耳機 這個雖然 沒有他那麼明顯 可是這個頭盔不能戴耳機 OK 所以 這個尿布頭 我只能夠放到下面這裡 再來 Kiver Kiver其實是一個OK的頭盔 尤其是在擋出的時候 原因就是因為 Kiver有面罩 而且Kiver的面罩在擋出其實是不錯用的 Kiver面罩在擋出 可以 擋掉那些 什麼 呃 PST啊 那些 PSO啊 這些奇怪的手槍子彈 或者說一些散彈槍子彈 所以擋出的時候 如果你要解工廠 比方說殺手槍任務 或者是你要用 你要在工廠辦公室區域殺人 然後你怕被散彈槍直接曬臉的話 其實 其實Kiver的面罩 是不錯 他不能戴耳機 可是 他的面 他可以有面罩 所以這個 這個頭盔僅限擋不出啊 他之所以比尿布頭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可以有面罩 如果他沒有面罩的話 他應該就會下來跟尿布頭擺在一起 OK 再來 這個外星人頭盔就很有意思了 這個外星人頭盔 他 首先他很貴 OK 然後 他只有二級而已 我記得 喔 他是三級 可是他的面罩是不是只有二級啊 還是他的面罩也是三級 他好像整個是三級是不是 OK 他整個是三級 所以防禦力是勉強有的 可是他超貴 我記得這個面 這個外星人頭盔 直接跟Ragman買要 呃 對 要14萬 這個頭盔要14萬 可是他很吵 我們必須考慮進去 這個頭盔有夠吵 所以 他雖然不能戴耳機 然後他又很貴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把它放到 C OK 主要就是因為他炒 他如果很便宜的話 我不記得把它放上來 因為你可以時常帶出去炒 但是 他因為實在是很貴 所以 我覺得我會把它放到C OK 他本來應該是屬於D的 但是 因為他就是跟Keeper一樣有面罩 然後不能戴耳機 可是因為他炒 所以他可以比Keeper高一級 OK 這是 分數 OK 帥之一輩子的事 沒有錯 OK 再來 再來就是這四個 OK 這四個裡面比較 先提的就是二戰 OK 二戰頭 沒有什麼問題 A級頭盔 他是一個 彈彈率超高的頭盔 他雖然只有三級 可是他彈彈率非常高 而且他很便宜 他最近變貴了 但還是蠻便宜的 我看他一個兩萬多嘛 對啊 對於新手來說 二戰頭 高跳彈機率 甚至 你一直玩到擋墨 這個二戰頭都可以 因為他跳彈機率高 他一個頭盔跳彈機率高的時候 其實無所謂他幾級 因為 他就是可以 把正合子彈彈掉 就算是超過三級 可以當的子彈 他也可以把它彈掉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沒有面罩 然後 我不確定 他是不是會讓你的額頭露出來 因為他 戴上去的時候 你的那個頭盔是往後 就是他整個往後傾 所以我不確定 這個頭盔是不是會讓你 更容易被打到眼睛 我不確定 好嗎 但是也許有這個可能 但除此之外 他其實沒有什麼 他沒有什麼 不好的 我覺得這個頭盔 是真的有可能可以救你 面對任何子彈 都有可能可以救你 有你的頭盔 OK 所以這個頭盔 我覺得是A級的 OK 再來 再來這兩個 這兩個基本上 是同一個頭盔 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6B47 他只是一個外面有套 迷彩 包裝 然後一個沒有 所以這兩個頭盔 是同樣的 數值是一樣的 這兩個頭盔 其實是屬於不錯的頭盔 說實話 這兩個頭盔 我會把它 穩穩的放在B級 因為 他是一個三級盔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對 他是一個三級盔 但他可以戴耳機 OK 他基本上就是UN頭 可是 他不點眼 然後他又可以戴耳機 然後他又有保護耳朵 OK 他有保護耳朵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我們這個LZSH 我要把它放下來放到C 就是因為LZSH雖然可以有面罩 可是LZSH不防耳朵 如果你們有看我 今天的新手分子拍咕咕咕影片 我就是因為戴了 好像就是因為戴了一個LZSH 他沒有防耳朵 還是PC2001吧 反正就是這種沒有防耳朵的頭盔 我就被SKAB用手槍直接打耳朵 我就死了 OK 所以LZSH我會把它放下來 他雖然有面罩 但他不防耳朵 但這兩個 穩穩的 有防耳朵 有蠟耐耳機 又是一個三級虧 彈彈機率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穩穩的放在筆 OK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人不同意了 我相信應該還是有 OK 讚 我們先講這幾個吧 TC2001 TC2002 ACH 還有Ulock 還有ZSH 跟TC800 OK 我覺得這幾個可以放在一起 這樣 OK 首先TC2001跟TC2002 基本上是同樣的頭盔 他們都不防耳朵 然後他們也都不能夾面罩 但是他們是四級頭 而且 是 算是 應該算是新手玩家 就是最快能夠買到的 四級頭盔了 如果你想要戴四級頭盔的話 你應該是能夠最快買到的 商人升級最快能夠買到的 就是這兩個頭盔 但他們兩個很貴 你只能跟美商買 用美金 兩個頭盔的價格 基本上都接近 大概快要五百魯布吧 大概四百五到四百七吧 我知道這兩個頭盔 上面可以加一片那個 可以加額外的一片 藍板 可以加一片鐵 所以它頭頂是很硬的 也不是很硬吧 但就是比較硬 可是他沒有面罩 然後他又不 防耳朵 所以我會把他們放到 低 其實 再加上他們又很貴 OK LZSH雖然也不防耳朵 可是他可以面罩 可是這兩個不行 所以 他們就被LZSH要再低一級 因為這兩個沒有面罩 又沒有防耳朵 OK 所以這兩個 很貴的同時 又沒有這些功能 我就覺得我們把它放下來 那 就不用說 ACHCC 也就是在這裡了 一樣 沒有面罩 沒有耳機 沒有防耳朵 所以 ACHCC ACHHC Striker 放下來 OK 我目前應該沒有 理解錯什麼吧 如果我有哪個頭 對哪個頭 會理解有錯 大家要糾正我一下 OK 所以跟ACHCC Striker 很像的這個Ulock Ulock 還是Ulock 我也不知道 這個 就可以被放上來 他們 比 這個 6B47要再好 為什麼 因為他是4級 OK 因為他是4級 他有防耳朵 他可以戴耳機 他沒有面罩 可是他是4級 OK 所以Ulock 我會把他放到A 他唯一的缺點 除了沒有面罩之外 就是他偏 貴 OK 他偏貴 Tommy不是說LZSG有面罩 哪有LZSG啊 你說這個吧 LZSH 我不是說了嗎 這個有面罩 LZSH有面罩 他不貴 而且沒人要 他不貴嗎 我記得Ulock 有點貴 看一下 Ulock的價格 6萬8 6B47只要 6B47只要 6B47只要3萬3 我也不知道 他算貴嗎 說貴也貴 說不貴也不貴吧 其實 反正 他穩穩的是A級 我覺得 不管他貴不貴 他都穩穩的是A級 我覺得 對 再來 再來就是這個 ZSH 這個頭盔很有意思 他有面罩 他有點像是一個 低配版的 Alton 他跟Keeper很像 很像 很像的概念 就是 你戴這個頭盔 你就沒有要戴耳機 你可能會把這個頭盔帶去工廠 或者是 帶去 可能偶爾可以帶去海關 就是你可能要解一些 你要近距離跟人家打的任務 然後你怕被人家直接曬臉 所以你會戴這個頭盔 但你會放棄耳機的 耳機的這個選擇 這個頭盔幾級來著 這個頭盔應該 有到四級吧 我記得這個頭盔的 印度 應該是比 應該是比那個還要好 看一下 這個頭盔比較麻煩的一點是 如果你 化學 Skeer的化學任務 你沒有交給Skeer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從商人那邊買到這個頭盔 但這個頭盔其實不貴 因為這個頭盔王團很容易掉 對 這是一個四級的頭盔 這是一個四級的頭盔 然後他的面罩是 三級的吧 對 他的面罩是三級的 所以這個頭盔就是 你沒有辦法跟商人買 OK 你一定要跟玩家買 但他不貴 玩家賣這個頭盔 現在賣起來也大概就是 三萬到四萬的價格 大概四萬吧 所以這個頭盔他絕對比Skeer好 然後他又 有面罩 所以其實我會把這個頭盔放到 你們覺得是B還是C啊 其實他也算是擋出比較有用 因為面罩只有三級 現在來說 這個頭盔就不太能擋任何子彈 所以 所以我有點想 我覺得如果他擋出 他是一個B級 然後 到現在接近 即中即末的時候 他 就可以掉到C 甚至是D 都有可能 我們先把他放在C好了 OK 擋出我覺得他可以到B 可是現在的話他只能夠到C 因為他擋不了什麼子彈 我沒有辦法放D B之間 我們要一個什麼 C加B-是嗎 C加B- OK再來 TC-800 TC-800是一個 比較有意思的頭盔 TC-800可以加面罩 他的面罩 我得看一下 TC-800的面罩是多少 是幾級的 應該也是三級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我找不到TC-800 TC-800是 Where's TC-800 喔我找到了 TC-800 對 他是一個四級規格 他可以加面罩 他的面罩是 他的面罩是三級 他很帥 承認 他的確是帥 好嗎 可是他又不防耳朵 OK 我對於這種 不防耳朵的頭盔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容忍度 因為 實在是太 常被打耳朵了 尤其是 散彈槍啊 手槍啊 PS-23 之類的 有時候你一轉身 逃跑的時候 直接被打到耳朵 你就去了 所以我 還是會把它放到這裡 基本上我覺得 他跟LZSH的概念是一樣的 他就是一個沒有防耳朵 但是有面罩的頭盔 OK 所以我會把它放在哪裡 好 再來 我們就要講幾個 比較有意思的頭盔 我們先把這些 我們先把這些 講掉好了 這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 這兩個就 放一起講 我們先把這些 自閉頭都先 都先 排一排 OK我們把自閉頭都先排一排 首先 KILA頭 KILA頭 KILA頭的面罩是六級的 OK 很兇六級的面罩 但是 他 那個視線 你們應該都看過 我們那個KILA 玩 搬個Tachanga的時候 那個 你只能夠看出去一個縫啊 那個真的不行 OK 然後KILA頭他自己 又只有 四級而已 所以其實我覺得KILA頭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好 因為他還是能夠被 被一些槍直接點掉 像墨星啊 Hunter啊這些 都可以一發直接把你點掉 OK 然後加上你戴這個頭盔的時候 又沒有耳機 然後視野又被 又被弄得很難過 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覺得很多人會 封掉 但是 我會把KILA頭放到 這裡 OK 我知道 這對KILA是莫大的侮辱 但是 我覺得事實上就是如此 我覺得事實上就是如此 OK 這對KILA是莫大的侮辱 我知道 但是這真的不行 OK 那一條線不行 再來 Alton Alton就是另外一回事 Alton的面罩 和頭盔 好像都是五級的吧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對Alton和他的頭盔跟面罩都是五級的 所以Alton是一個 我準備被爸爸打 所以Alton是一個 你如果要去工廠 就是做你會帶KILA 或者是 ZHH去做那種任務 比方說 去工廠殺 用手槍殺人 或去工廠解SVD殺人 基本上就是說你希望去工廠殺人 卻又不要被 很快的賽臉滅掉的時候 這個頭盔 Alton就是一個絕佳的選擇 所以Alton我自己覺得 是可以放到S級的 OK 他在 他所扮演的角色裡 他是最 我覺得他是扮演的最好 OK 你如果想要一個 能夠做到這種保護程度的頭盔 你就是只能選Alton 基本上你沒有別的選擇 你不能選KILA的頭 因為你也看不見 然後 這時候就要說到這個了 新架的這個RYS頭盔 這個PUBG的三級盔 他基本上跟Alton是一樣的概念 他的面罩跟頭都是五級 然後他的面 他看出去的那個視野範圍 跟Alton基本上是一樣的 可是 這個REES 我會把他放到B 為什麼 因為他很貴 OK 你 你 這個頭盔太貴了 而且你可以買Alton 你為什麼要買這個 除了你想要玩 就是 TopG的三級盔的感覺之外 而且這個頭盔你只能夠用換 你不能夠直接跟商人買 那玩家買又賣很貴 因為這東西在野外很稀有 所以這個東西 基本上 你們用不到 所以有Alton的存在 這個頭盔就顯得很多餘 所以我會把這個 RYS直接放下來 OK 再來 這個 LS HZ 這個是我們之前在 扮演那個什麼 醫生的時候 用的那個頭盔 這個頭盔 你可以把它 加一個面罩 加一個 衛裝罩 然後還可以放一個 防脖子的 最後弄起來會很像那個 Darth Vader的頭盔 OK 所以當你把它改成那個樣子的時候 我覺得它很潮 我們可以給它潮的分數 OK 在那個時候我可以給 但是 它的面罩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 它的面罩只有三級 四級 它的面罩有到四級 可是你不能夠聽聲音 所以它的面罩比Kiver啊 ZSH啊 這些的要好 可是它還是不能聽聲音 所以我覺得可以把它放到B 可是 它很貴 所以 我覺得我們還是把它放下來吧 OK 它很貴 是 四級比很多面罩強 是沒有錯 可是我覺得它太貴了 而且如果你要用一個四級的 頭盔的話 你 應該說你要用一個四級的面罩 你花錢買了一個四級的面罩 你為什麼不直接 就買一個Alton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用一個 這個卡在中間很尷尬的頭盔 因為這頭盔很貴啊 這個頭盔要16萬 你跟商人買要16萬 所以我覺得這個頭盔它被我拉下來 的原因就是因為太貴了 對啦 你們說的有道理 它的視野比Alton要好 這個是一個優點 但我還是覺得它太貴了 16萬一個頭盔 你還要買面罩 你還要買面罩 我在糾結 我們是要把它放B還是放C 我覺得它如果再便宜一點 我就會穩穩的把它放在B了 可是我覺得它太貴了 而且我覺得根本就不會有人戴這個頭盔 說實話 我覺得大家寧願戴Alton 你們覺得可以到B嗎 嗯 我們先放B吧 我們再想想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再想想 我們先放B 再來 Vulkan Vulkan就 怎麼講呢 Vulkan就 有點意思 Vulkan的面罩是幾級的 也是四級對不對 Vulkan的面罩也是四級的 可是Vulkan 就穩穩的 就穩穩的 放下來跟KILLA在一起了 它的視野是好 它的面罩不是Alton那種 它的面罩是 跟那個 這個LZ LSHZ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我把它放到D呢 因為Vulkan要41萬 各位朋友們 Vulkan一個頭盔要41萬 OK 不能啊 41萬 你不會去買一個41萬的頭盔 只是為了要有一個四級的面罩 你41萬你可以直接去買一個Alton 這個東西黑市賣多少 我可以看一下 的確 嗯 黑市 黑市賣16萬 但我還是覺得沒必要 因為一個Alton頭盔黑市才賣10萬 加上面罩都不到16萬 而且Alton的面罩有到五級 所以你為什麼要買一個Vulkan 對不對 Vulkan唯一的優點是 它的頭盔六級 OK 問題是 阿可夫你其實通常被打的時候 你都是面對你的敵人的 你不太會被打什麼後腦勺啊 或者是什麼 側邊的頭腦啊很少 你通常就是噴臉就死了 OK子彈啪你的面罩裂開你就死了 所以六級的頭盔真的有那麼有意義嗎 我覺得沒有 說實話我覺得沒有 它那麼貴又不能戴耳機 然後又有那麼多的debuff的 同時面罩就只有四級 我覺得不值得 就完全沒有贏 我覺得Vulkan的存在 沒有什麼 我覺得沒有贏 OK所以我把它放到第一級 就是因為真的沒有必要太貴 它如果能夠價格跟Alton差不多的話 因為我也覺得不 我還是覺得不會 我覺得面罩決定一切 對我來說頭盔面罩決定一切 如果你要戴這種自閉頭 面罩一定要搶 你面罩不搶就不要戴自閉頭了 因為你就是要面對你的敵人 你就是希望你不會被正面 被散彈槍手槍什麼之類的東西給弄死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一個頭盔賺 頭盔是六級 但是面罩不好的話 那我覺得就不行 這就是為什麼KIDA頭會被我放下來 因為它的面罩雖然很強 可是它的視野很爛 所以它的面罩對我來說就變成很爛 OK 好自閉頭講完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講 這個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們開玩笑對不對 我們說這個 開門 是八級頭 這個 Bastion 是十級頭 但是我們開玩笑歸開玩笑 OK 它上面雖然加了那一片 可以變成 五加三八級 我相信不是這樣算的 不對 不是五加三 是四加四 八級 但它事實上不是八級 OK 我們這個時候要 我們這個時候要面對現實 它就不是一個八級頭盔 所以它只是一個四級 可是如果你把它完全改起來 有護二 有面罩的話 它看起來很潮 OK 可是它的面罩跟護二只有兩級 所以它的面罩和護二其實是擋不了東西 OK 所以 開門其實應該是要被放下來 可是 因為開門很潮 而且它可以 它可以戴耳機 所以我覺得我願意為了潮的分數把它放到這裡 如果你把開門頭盔就是單純這樣戴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把它放到這裡 可是如果你有把它的面罩跟那個護二都弄上的話 還有它上面頭頂那個裝上的話 它可以到C OK 你有潮的話你可以到C 你沒有潮的話 它可能就是D或是E OK 再來 BASTIAN BASTIAN的有趣的點是BASTIAN我發現野外 不知道是我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野外很常撿到BASTIAN OK 彩蛋點還有那種軍箱 我感覺很容易翻到這個頭盔 它不能夠戴面罩 它也沒有防耳朵 可是如果你把它加上上面的那一片額外的擋板的話 它很硬 基本上你的頭頂很難被穿 所以 因為它很容易撿到 好 所以我看一下它在黑色上面的價格怎麼樣 我看一下 BASTIAN在黑色的價格 還要到5萬 不過它比ULOCK要便宜 我覺得我只能夠把它放在B 如果你有加額外的那一片護耳可以擋比較強的子彈的話它可以到B 如果你單純就是直接帶它的話 我覺得只有到C OK 因為它沒有防耳朵 OK 所以有加那一片鐵 它可以到B 沒有加那一片鐵 我覺得它就是到C OK 所以我們預設一般人戴這個頭盔的時候不會加那一片鐵 對 我就說如果你有加那個六級防彈片 它可以到B 你如果沒有加它就是C 所以我們預設它沒有加防彈片 我們就把它放到C 加了防彈片 它可以到B OK OK 我們快要 快要弄完了 我們先說這兩個FASTMT吧 這FASTMT是同樣的 這兩個其實同樣的 OK FASTMT FASTMT可以加面罩 它可以加防耳朵的 然後我記得沒有錯 它可以加了防耳朵之後 它也可以帶某些耳機對不對 它可以帶Contact 2 它可以帶爆炸耳朵的耳機 它也可以帶Razer 它可以帶這些耳機 可是它不能夠帶一些像運動耳機啊 Solreden這些它就不能帶 所以FASTMT 可以面罩 可以防耳朵 又可以帶耳機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好說 我絕對是前面的 屬於前面頭盔 然後FASTMT其實我覺得 算貴 但沒有那麼貴 OK 沒有到那麼貴 沙色的不能裝面罩 你說的是XFEL不是FASTMT 所以我覺得FASTMT我會把它放到A 我會把它放到A 其實 也許也可以放到S FASTMT應該放S 說實話 剩下的這三個頭盔應該都要放S XFEL這個沙色的不行 因為它不能夠加面罩 所以這個要被放下了 所以應該 我覺得應該就是這麼一回事了 OK 這幾個頭盔其實沒有什麼太顯著的區別 它們都是可以防耳朵加面罩 然後 不錯的 四級頭盔 應該是四級吧 它們應該不是五級的吧 S&T 對 它們四級了 OK 所以這些就是屬於高階 寂寞的頭盔了 XFEL偏貴 然後 Airframe Airframe 可以加那個 CHOP 就是可以防下巴 對於我這種人來說 防下巴可能就很重要 但是它偏貴 OK 但是我覺得這些應該都沒有什麼 可以爭議了 它們應該都屬於S級的頭盔 OK 可能會因為價格 可以把它拉下來 OK 但是現在其實因為彩蛋點跟軍箱 也都可以發展到XFEL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些頭盔S級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OK 大家有什麼 有沒有覺得哪個你們不滿意的 覺得怎麼可能這個頭盔為什麼在這裡 南瓜頭不接受吧 UN嗎 UN我就是說了 因為它太顯眼 我沒有辦法接受UN頭那麼顯眼 OK 你來 吐色龍虧 你說這個嗎 這個XFEL嗎 我覺得沒有面罩不行 我覺得沒有防面罩不行 我覺得你加上護耳 它就是跟6B47一樣 而且你知道嗎 我覺得它甚至應該更低 因為它比6B47還貴 然後你還會被限制帶什麼耳機 然後你還要額外去買它的護耳 其實你這樣一提 我反而覺得XFEL殺色我要把它放得更下 因為它很貴啊 你如果要買XFEL殺色 你為什麼不買6B47 沒有 殺色的XFEL不能裝面罩 就是它跟黑色XFEL的區別 它不能裝面罩 所以我其實覺得殺色的XFEL沒有存在的意義 除非你就喜歡那個顏色 說實話 它不能裝面罩 所以它比6B47還要弱 因為它更貴 它只有護耳 OK 所以 這應該就是我們的頭盔排行 這裡面我覺得一定啦 根據每個人個人喜好 可能會有些微的變動 但是我覺得總體來說 如果有一個新手問說 什麼頭盔好什麼頭盔不好 我覺得給它看這一張圖 應該多少可以反應一下 它可以給它一點些微的概念 OK 給它一點些微的概念 所以 基本上就是這樣 OK 基本上就這樣 Line as creep While you and me repeat This bitter sweet heat is suffocating I'm waiting and always hesitating Cryptonite desires set my heart of fire I there PLC 過分 ix 演奏 煮